美国二战时期最传奇的士兵 被漫威塑造成了美国队长 他身高只有1.65米 体重只有49公斤 却被称为美军史上最强的单兵 他退役后进入了电影圈 一部电影再次名扬全球 他就是超级英雄美国队长的原型 左右军事为您揭秘 传奇大兵奥迪·莫菲 奥迪·莫菲1924年生于美国德州一个平民家庭 从小就营养不良 让他的身体发育非常缓慢 到1942年去报名参军的时候 身高只有1.65米 体重更是只有49公斤 入伍之初 莫菲的表现也的确如人们预想的那样 训练过程中因为体力不支而昏厥 结果被长官赶去了后勤部门做吹石逼 后来又几度遣返马里兰州的新兵训练营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1943年 莫菲才第一次上了战场 然而到了战场上 这个瘦小的家伙 却迎来了大爆发 1944年在法国南端战场上 莫菲曾一个人干掉了德军的 一整个机枪小队 外加两名狙击手 半年之后 莫菲所在的部队与德军遭遇 在战友全部阵亡的情况下 这个顽强的小个子 竟以一己之力 从德军对抗了将近一个小时 当时的莫菲虽然身患疟疾 而且腿部还中了一枪 但他硬是爬进了一辆 着了火的M10坦克兼机车 然后打光了所有的机枪子弹 把刚刚冲上来的德军全部击退 最终莫菲等到了持缘的美军 活了下来 那么他的战果有多少呢 包括六辆德军坦克和240名德军士兵 鉴于他突出的表现 莫菲接连被授予了33枚勋章 一度成为当时获得最多勋章的士兵 其中包括国会荣誉勋章 是美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军事荣誉勋章 另外还有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 也是法国对士兵的最高荣誉 二战结束后 莫菲离开了军队 开始转型成为一名演员 虽然没有任何经验 但是凭借语生巨大的表演天赋 他拿下了一份7年的天价合约 并出演了铁穴雄狮 百战荣归等佳作 特别是百战荣归 这部电影实际是由莫菲本人 所作的自传改编而成 所以他在影片中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本色出演 这让他在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同时 战时的辉煌事迹也被重新提起 甚至漫威也被他传奇的故事所吸引 以之为原型塑造了美国队长这一形象流传至今 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 政府还设立了奥迪诺菲爱国主义奖 每年颁发一次 受与那些杰出爱国人士 或是代表美国精神的杰出团体 二战时 美军给人的印象是 装备先进 能够随时召唤强大的地空火力大boss 而在这背后 与之相匹配的后勤军粮 据说是想吃什么就饮什么 美军的野战口粮 曾经成为他国士兵垂涎三尺的真羞美味 究竟美军野战口粮里面都有什么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 回复口粮 观看美国大兵在二战中的美味